今年来观光工厂林立 但是想要吸引游客的目光 就得拿出属于自己的创意 陆珠一家观光工厂 最近推出DIY手作课程 在老师的指导下 让游客来亲手制作水果塔 并且主打天然食材 和当地新鲜的水果 让游客除了有得吃又有得玩 还能够学习如何制作 一边也吃得很健康 大家专心听着老师说话 这里是陆珠区的观光工厂 这家观光工厂一直以来 以烘焙技术闻名 这次推出DIY手作课程 让大家能够来体验制作水果塔 从派塔开始 学员们一步步的跟着老师的指导 将属于自己的水果塔用心完成 体验平常感受不到的烘焙乐趣 今天我们做的是 那个缤分水果派的课程 那是为了推出这个课程 是为了迎接就是夏季的到来 然后有非常多就是水果盛产 对那水果派是 目前就是夏季很多的甜点 对都看得到的 那我们想要推荐 借由这样的课程 然后呢 借由亲子的互动 对然后不管是 亲子之间或是情侣 或是家人 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呢 他们可以借着我们的教学 然后跟互动的学习 然后培养亲子的关系跟默契 然后呢我们也会给予他 就是教他一些 就是知识性上的课程 然后他回到家之后呢 他可以就是在家里就可以做这样子一个甜点烘焙 除了有专业的老师教导手做之外 观光工厂更引以为豪的是他们所选用的材料 除了天然的食材和顶级的派塔 加上大量当季的新鲜水果 看学员们做了起劲的样子 几乎可以想象刚出炉是多么的美味了 对于游客来说 亲手制作的经验也是相当难得的 那我来到这边 不只是只有自己擀面团 然后食材帮你准备好了 那还加上我们自己切水果 然后烤出来 那我觉得这样的感觉 一个下午我觉得是OK的 因为这样下来之后 我自己学了到东西 然后是教我们 然后我们实际感受到 我们回家还可以再复制 自己做出来 然后交朋友 交同学 对 我觉得是我在这边还蛮吸引我的 这一波的手作课程 预计会持续到三月底 民众如果心动的话 可以迅速向观光工厂报名 体验手作的乐趣 顺便来尝尝美味的水果塔 台湾有线新闻 陈彦院卢竹采访报道